哥,我可以 我也可以 yes,精力又能留到下一年了 李玉,你去起草合同 小林子,你跟着你宇哥去实地考察一下 回来写个报告,多忙去吧 好,宇哥,等等我 李玉,你中午等我出去吃饭 关于那个项目,我还有几个想法 之前研究了地形分布和城市规划 你说的有道理,放手去办吧 好,难怪来的时候他没叫司机 还让我开车 原来午饭就和他俩人吃 这家摘菜馆做的东西可正宗啊 你平时吃肉不多,早就想带你来尝尝 来,快吃吧 他现在这副样子 简直和刚才躺光时的时候扮若两人 李玉,我那天逛街看到了这个 觉得特别适合你 剑哥,你别来这套了 你觉得我会收吗 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就是一点心意 你工作也挺辛苦的不是 来看看 看看,喜欢吗 简哥 你拿讨好女人那套来对付我 合适吗 这怎么能是讨好女人的 我这辈子除了我妈 哪个女人我都没讨好过 我天生就是弯的 我真没想到 永远能把这件事说得这么自豪 我只是单纯的 想送礼物给我喜欢的人 你别在我身上白费心思了 我不可能跟你好 我知道你会拒绝 但我不会这么轻易放弃的 你 这顿饭吃得真是个硬 如果不是他对我有那种心思 我们小主还是很愉快的 只可惜 这是我昨天说的方案的详细策划 简总可以看看 行,先放这儿 哥,我把那块地的资料 还有照片都整理好了 还有雨根那里 我会盯着的 对了 今天是不是出成绩啊 是今天 用我电脑查吧 可以啊,小林子 上次答应送你台车 你自己挑吧 不过 别弄得太张扬了 咱们简家不是那穷得死人家 明白吗 好 谢谢哥 李渔你查到成绩没有 查到了 我看看 不错 哥 我和李渔想着要是考得不错 就请些朋友一起办个party 你要来吗 来 怎么不来 这么好的机会和李渔相处 怎么能错过 行了 这事交给我 我给你们包个厂 你们愿意请多少人都行 随便玩 不用了 我和隋琳已经想好要定哪里 顶尽也负了 不管怎么样 起码翠玲也是我弟弟嘛 这样吧 救我来呗 怎么样 我那些同学不喝酒 算了吧 现在的学生 你以为个个都像你啊 就这么定了 不然让我空手去 我可不好意思 等到时候 我得想个办法 把他给灌晕火了 待会把游戏机摆在桌上 一人送一趟 是 卷总 哥 你来了 李渔呢 李渔 你下周末 有没有时间啊 要不要一起出去玩 大哥 你脚好了呀 下次打球 可别再穿那个皮鞋了 大哥 李渔是不是在你那公司实习呢 是啊 他干得不错 大哥 你可别给李大帅哥累着了 要不我们笑话该心疼了 是不是 谁心疼啊 瞎说什么 长得白净清朽 是挺漂亮 李渔不会真喜欢她吗 女女 李渔的工作可不轻松啊 天天起早贪黑地跟我到处乱跑 忙起来午饭都没时间吃 你真的不心疼吗 不是 跟我没关系 可男人想有事业和地位 不吃苦受累是不行的 你说是不是 对了 你们都打算报什么学校啊 我想报X的 嗯 真行 这就开始要护手了 哎 美女 你有没有男朋友啊 我觉得李渔不适合你 他这人可没意思了 一天说不了几句话 你觉得 我弟弟怎么样 这 我 大哥看中你当剪剪二人媳妇了 都是大帅哥 写谁都值了 咋的你还纠结啊 哈哈哈 哈哈